所谓艺术作品的构成与呈现 往往都是艺术家们 透过各种的素材、意向来向观者传达内心的情感、心境、理想 甚至是意念的一种媒介或者是工具 今天的台北艺文化就要为各位观众朋友所介绍的就是 在台北市公民会馆展出的内心叙语 刘云柔创作歌展 25岁的年轻女孩刘云柔 利用了中国水墨的渲染特质 以及细致的工笔技法 描绘出一幅幅远观气势磅礴 细看却是绵密细致的现代复合式媒材创作 刘云柔将内心无数的情感思绪、内心叙语 透过笔尖一笔一画 将内心叙语、泥南托付在一张张宣纸 以及手捏雕塑上 展览现场共有四个系列的作品 分别代表着刘云柔创作上的四个历程以及脉络 作品到底是如何呢 就让我们跟着云柔的脚步 一起来尽心聆听 我第一个系列在一开始的铺层上面 我是属于比较随性的方式 去用墨直接做大笔的挥霍 主要是就是那个痕跡中看到有一些不同的变化 然后我会从中去思考说 这些痕跡跟我自己可能印象中 就是那些可能现实中的物件是有所关联的 所以我就会把它形塑出来 比如说像在画面中其实会发现有些像是这样子 就是格子状但又是弧形的造型 它其实就是我家里的窗景的一个窗花造型 那是因为我其实很喜欢去看很多不同的东西 然后在看那个的时候 其实会透出看到每一个格纹造出的外面的空景 然后就会看到云朵的变化之类的 然后它其实是带有一点抒压的情感 所以对我来说其实在画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是依着原本的痕跡去开始进行联想 然后创造出这样子的符号 但其实在一开始这个系列的过程中 我的作品会比较是同一个组织形态 因为毕竟没有就是进行更深入的去思考 然后所以我就会以比较随性自我 有点游戏的性格 就是去做墨的这样子去做堆叠 然后所以它形塑出来的话 比较是一个固定的组织形态 像其实这两件作品就看得出来 它都是以主要是流动型的这样子水的痕迹去形塑整体的构图 那像这两幅作品它虽然组织形态是相似的 但其实用色上面会不同的原因 其实主要是因为我自己在原先设定上面 我就会给它们不同的色彩 主要是因为我自己在当下一开始要创作的时候 我就会先设定一个 就是主要我想要呈现的那样子 比较磅礴的情绪或比较忧伤的情绪 去呈现用色彩的方式去呈现 除了有机体符号的表现 刘云柔也尝试了以不同的色彩代入作品 来呈现出不同的心境氛围 以及利用墨色的变化来营造出空间感以及透视感 我去思考到整体的结构组织该如何去做推进 比如说我可能会使用不同的媒材去形塑立体感 然后看是否可以更符合自己内心想要呈现那些有机体的形貌 或者我其实也是会使用像墨这件事情 它的墨的层次变化去塑造整体就是多了一些更多的空间感 然后或者是一些透视感 希望透过这样子留住一些空气的感觉 然后让整体就是开始有层次变化 或者是在使用色彩上面 我也开始可能也是随着自己心境的变化 就是开始会选用一些比较轻柔的色调 一方面也是心境开始有所转变 所以让整体不论是色彩或者是媒材使用上面 都更活跃 然后也更多元这样子 这些有机体在这个系列中 其实与我来说还是就是非常有生机的 但其实我已经有点把它们简化到 变成只剩符号的图形 所以会显得是整体看起来它是一个很大的生命态这样子 但主要你去看细节的时候 会有点像是你把那个显微剂就是放大到很多 然后就只有看到一些细胞类的植物 在那边做进行沟通的感觉 就好像没有办法仔细看到它们每一个个体是什么样子 刘云柔发现这些细细堆叠组合的有机体雷同性太高 随性勾勒却少了生命力 于是就开始思索如何去重塑 以及赋予更多的生命力在有机体上 其实在后来的展览中 我其实是会发现自己的作品 会有一些组织形态相似的问题出现 这也是我认为其实这也是创作的一个契机 就是当你发现自己的作品有一些困境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从中去思考你如何突破困境 然后你就可以开展下一个新的创作这样子 这是我第二个系列的作品 然后也是这次展览的主视觉 主要是因为这件作品它是我取名为分裂 然后其实是我想要是意向是由细胞分裂的过程 去做一个自己对自己的期许 就是每一个图像它是主要是在 我在形塑上面是去思考说 如何去形塑一个一个的像星球一般的这样子的形态 然后我想要透过它们就是肢长跟蔓延 然后或者是撞击分裂出来的一个 有点生命去生长的那种状态 然后我想要透过这样子去阐述当时我对于创作遇到困境 但其实又是一个新的出发点的一个思考过程 创作第二时期的阶段 刘云柔开始尝试了利用不同的媒材加入创作之中 试图让有机体添加更多的养分与变化 这一件作品的时候其实我就用了一些素质的效果 去呈现了我自己当时就是比较有点自怜的悲壮的情怀 然后想要行述一个雨落下来的情况 所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直接大笔去挥霍这样子 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很有趣的 因为就有点像小朋友在开始重新拿出画笔的那种过程 就是你会开始使用不同的媒材 然后开始认识那些媒材跟自己自身之间的关系 然后会发现说其实这样子的效果 有可能才会符合自己当下心境想要呈现的方式 然后在接下来这一个过程 这一件作品其实我主要是将 额末去做一个层次的变化 让它就是可以整件作品的空间可以慢慢的推进 然后用在上面的那些有机体 在这个时候它主要是就是可能在比较浓的末色的时候会用比较细致 然后比较有色调的方式去呈现 然后在后来的时候则会慢慢去推演 然后用一些渐进式的那个色彩去让整体就是有一个空间效果推进去的画面 那在整体的构图上面其实当下的心情也还是希望是可以透过就是最贴近自己 内心情绪的感受就是会想象有点像是跳舞或是 舞者那样子的动态的画面 让整体就是可以有一个比较有一个回旋的效果 然后让自己想要呈现的那个 因为这件作品叫《起源》嘛 它其实就是我有点想要把那种生命 从一些混沌的状态中逐渐就是滋长然后重生 然后也是呼应我自己当时是希望我自己的创作可以有一个全新面貌的效果 所以这是一个对自己的期许也是对生命的一种赞叹 所以就是把这个画面是用这样子比较有点动态的形式给整个呈现出来的 其实《戒断龙之剑》是我看过的一个日本作家 他的一些去写他自己对于人性黑暗面的描绘 然后所以其实在故事中他的比较一些可能阐述阶级 造成的一些悲剧效果其实是主要的故事主轴 但我其实是想要透过这个画面它其实是有两个面向的 是主要从中间的内缘心跟外面的那个外环去呈现这个效果 然后主要的中间这个是我在故事中所体会到那个人性比较黑暗面的那一块 然后以及就是故事走向以悲剧为收场这样子的效果 然后去呈现一些比较 比较 这一个色调就是以比较灰暗的色调去呈现 然后中间也是有这种比较刺绣般的方式去呈现 我想要形塑的那个对于比较心境上面比较纠结的那样子的形塑 那在接下来外环的这个部分其实主要是我自己对于这个故事后来的想象跟自己的情感投射 因为我认为其实呃这位艺术呃这位作家他其实在这个故事呈现到后来是只有呃比较悲壮的效果 我自己是对于人在走到一个悲剧的呃呈现上面 其实那不是呃不是只是想要呈现比较失落的一面 而是更更深的其实是当我们去愿意体会到死亡 或是体会到一些人性的时候 其实我们反而可以有一个全新的观看方式 然后也是更深的体悟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乐观 所以对我来说其实在这件作品他在外围的部分我呈现比较大的面积去呈现我自己对于这个故事未来的想象 我希望呃可能离开的人都可以就是更有一个美好的呃像是在天堂之类的 用一些语意的方式去呈现这一个故事的效果 然后也希望说给这个故事有一个新的认识他解读他的方式 无论是以墨色来变化呈现出空间感的起源 还是随心自意的挥洒树脂的落雨后的阿伯勒 又或者以刺绣来呈现借穿龙之戒故事中的纠结心绪 以及悲剧后转换出来的圆满结局 刘云柔的第二十期创作更加的丰富以及令人目不暇迹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待回来继续来欣赏刘云柔更多的内心叙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